节衣减食 未知足固 道就心肠无价增 世间的气增 金银琉璃 珊瑚 车渠 珍珠 玛瑙等宝 都是有价值的 只有我们这个解脱的心宝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人家说 啊 师父啊 我有七宝 我说我没有 我只有七宝而已 他说阿叔 你一宝拿点我看 我说我拿不出来 我说你七宝拿我看 这个七宝都拿出来 今人隆隆都有 我说我这宝比你这七宝更好用 那七宝只带牢吧 我这宝只带牢了 我这宝只带牢 先带牢啊 带牢啊 带牢 我随随都可以用 你那子又用不出来 七宝 對,三部故事拿出來發貴共用者的七部有嗎? 我這一部啊,心部啊,靈心健身這個心部啊,哈哈 用完之後,你多少在加倍?每一位中 我這粒沒有補貝,是幾個輕益啊 幾個輕益,誰最好呢? 靈心健身啊,我這個心部的人最好呢? 這粒就不會生氣啦,不會生氣啦 你怎麼比我更好呢? 我如果穿得破爛破爛,我也比你更好呢? 對嗎?屎你欠什麼?我都沒有欠什麼 我都沒有欠什麼? 沒欠啦 達摩人,以主法中心法為善 以主保中心保為善 你把它化現啊,慢慢的餐 所以要在修行上這個心地上要好好的去悟 你是悟道的人啊 你是世間的稀有動物 稀是之寶啊 此寶無形,非記道言啊 朱南可見啊 哎呀,這個寶是沒有形象的啦 沒有記這個道言,是看不到的 是看不到的 摸摸不到的 是吧?抓抓不到的 所以就是欣賞無價真啊 1191 無價真,用無盡啊 這個用無盡,大用無盡的啊 利物應機忠不令 令的底下加一個喜啦 忠不令喜啦 這個無價寶啊,用無盡的 他利益眾真啊,是用 不會令喜的 不會令喜的 而且啊,他會升利息 他這個升利息是嚇死人的啊 這個無價寶一年的利息多少 好 你說你有七寶 你有七寶,你一年啊 那利息有多少 換成新來幣多少 幾百萬好了 我們這個無價寶啊 似乎這一次啊到日本去啊 你有多少重生啊 這一下子幾天就升多少利息啊 講不完的啦 就是啊 民口體育館是一場的幾萬個人 錄音帶千天這大製作 一年再度多少重生啊 這個利息有多少 怕人啊 怕人啊 你要怎麼賺錢 怎麼賺比我更多 是不是這樣 賺了無量無邊的功德法牌 所以說呀 還是修行啊 才是根本啊 好好的貪啊 好好的誤吧 再言 無價寶 名此寶 此非世間之寶 用無盡 世間之寶 都是有限的啊 哎 都是有限的 用都是有盡的啦 用都是有盡的啦 色食獸 捧捧竹 就像你的壽命啊 捧這個捧竹啊 這古代傳說中的人物啊 活了八百多年啊 後世因此啊 以彭子為長壽者 代稱啊 富世十從 十從 那是西元 二百四十九到三百年 這是靖朝啊 南啤就是河北南啤縣啊 他做官啊到荊州的赤死 啊 這個人啊 很壞 很壞 他常常打劫啊 這個山客 致富 後來啊 奢靡無助 被孫秀所殺 果報也是很不好 這個十從 十年以後 擁有那個七寶啊 有什麼針啊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是一世之容啊 也是啊 吃得很慘 維持新寶 用無盡也 用無盡也 有一次啊 我到啊 有我到這個 一個雞仕佳啊 一個雞仕佳啊 他也是做這個珠寶方面的啊 他同時還做這個手錶的 那這個是十幾年前的事情啊 那以前啊 他在七弦路 那麼他做這個生意啊 做這個生意啊 那有一次啊 拿拿拿拿拿 拿這個 這個珠寶啊 這個手錶啊 啊 吊在計程車上啊 他忘記它 一下子啊 夏季人是忘記拿拿拿 哇 回來嘛 那天中午說我要去那邊吃飯啊 結果一下子 啊 他去 沒有心情了 沒有心情 很亂啊 他跟他先生講話很大聲啊 然後跟他婆婆啊 那一很大聲 他婆婆也很無奈呢 跟他講 哎呀 似乎我這七寶掉了 情緒很高亢啊 又控制不了 啊 我跟他講啊 新寶沒有掉了 就好啦 七寶掉了 再找找看嘛 哎 很幸運的啊 很幸運的人 就打電話來了 那打電話 因為他打電話啊 去什麼 警察的 廣播的 電台啊 什麼 什麼電台啊 找這個計程車啊 這個計程車司機啊 發的 烏龜元族啊 哎 回來啊 就笑了 哎呀 說師父我真不容易 我現在 這個 這個寶啊 掉了 我就這樣 這樣軟啊 這樣軟啊 控制不住了 哎呀這個新寶沒有 還是不行了 哎呀 我說對啦 慢慢來啦 慢慢來 所以說 七寶是一定比不過啊 新寶的啦 啊 新寶的啦 所以用無盡啊 啊 上次十方諸佛啊 今無量解 受用不盡啊 七天二十八族啊 用不盡啊 啊 那么藏土六族啊 用不盡 都是用不盡啊 十方諸佛用不盡 七天二十八族用不盡 藏土的六族用不盡 天下老丈 大策大悟的 都用不盡 金山神也是用不盡哦 哎 我們要講今天啊 我也是用不盡啊 啊 禮物印記中不令啊 也不吝嗇 十字街頭常常吩咐啊 常常吩咐啊 常吩咐就是指六根對六成啊 啊 吾不是指示你的本來面目 就是吩咐 嗯 十字街頭堂堂吩咐 就是若論見心啊 一切現成 通通是現成的 當下 直下承擔 就是本來面目 活在現前的這一面 十字街頭堂堂吩咐啊 就是六根攀岩六劍啊 哪裡都是本來的面目 何成令襲啊 他怎麼說令襲你呢 知識十人不肯承擔啊 就是我們現在啊 還不肯承擔 受著這個左右的習氣啊 種種的牽制啊 坦誠詩 我們叫他放下 他一直跟你說 啊 放下看見面啦 看見面啦 對不對 有人處女兒我要放下 不可能啦 放下 一直播他放下 萬伯伯他放下 他們夯著他 他跟他一起不動 放下 所以放上看見面啦 你一定可以說 也就是這樣子 就不行啦 就是识人不肯承担 古德银 古德银 这黎珠不是黎龙席 若不是黎珠 那么就是不是黎龙所珍惜的 一定要黎珠 黎珠就是黑 这个黎就是黑字 黎龙就是黑龙 黑龙的下巴有个宝珠 下巴下面有个宝珠 黎珠就是若不是黎珠 那个不是黎龙所珍惜的 意思一定要是真正的黎珠 但是这颗珠 识人不解囚 不解囚的 我们伊犁明明有黎珠 这个摩尼堡珠 大家都有 你又不知不求 疏为可惜 这是很可惜的 三身四字 体中圆 八戒六通 心地印 心地印 三身四字 我们都讲过 八戒脱 六神通 我们也讲过 八戒就是八戒脱 底下加一个脱 八戒脱 六通就六神通 心地印 心地印 三身四字 八戒六通 这是觉性 功用 得名 据此妙用 怎能随缘应现 利物济身 利物济身 地 以能生为义 所以研究经典 应当研究地藏经 地藏经 这是一切的根本 孝 孝道 是一切的根本 孝道 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如果有人要听经 我们第一部经 可以劝他听 地藏经 孝 孝经 佛家的孝经 必以能生为义 应以号令为义 就是说 我跟你 是平等的 号令 就是说 我 交代得很清楚 印就是我 印可你 你印可我 你是什么 是什么号 你是什么宝号 应当盖下去 就是 所言的三身 法身 报身 化身 四字就是 大圆 尽字 平等 我们这个在为事 不晓得讲了几百次 八解脱 又说八被舍 八被舍 因为是依八种定律 而舍却 对舍 跟无舍界的贪欲 叫做八被舍 被就是 违背的被 舍离的舍 八被舍 八解脱就是八被舍 依八种定律 而舍却 对舍界 跟无舍界的参照 一 逆观色解脱 二 外观色解脱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三 净处解脱 四 空无边处 五 四无边处 六 无处有处 七 非想非非想处处解脱 八 享受灭处解脱 这八处解脱 就是八世解脱 八世解脱 所说的八世 所说的八世 也就是 言 耳 鼻 舍 身 地 为六世 七世是传颂式 内衣八世 外接这个六世 就是传颂式 第八阿赖耶事 就是寒常式 所以 转八世 为四字 数四字 为三生 现在说 转八世 为四字 转言 耳 鼻 舍 身 五世 为成所作字 成就一切众生 所作 叫做成所作 是叫摩尼佛 应先要利用五根吗 那么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 我们的第六意识是妄想 佛陀的第六意识是智慧 是妙观察的智慧 转七 七传颂式 叫做莫纳 莫纳式 为平整 兴致 转八 寒常式 阿赖耶式 为大圆敬致 数四生 为三生 素四生 为三生 以尘所作字 妙观察字 为化身 平等性质 是报身 大圆敬致 为法身 那么这个三生 只有一生 要是一生吗 那些头圆向天 足方是地 一生 一生是什么 一生是什么 他的头圆满的像 天一样 没有止尽的 他的脚是大地的平等 没有高下 古茂 凌晨 这个凌晨 就是高耸的样子 是指定天立地 正气浩然 这个说到我们的本性 是古时候的风貌 这个风貌是定天立地 正气浩然 大丈夫的气概 就是丈夫义气 上师一绝 一切了 上根立枝的人 一绝 一误了 就一切都了了 一听闻 这个无上的妙法 明心见性之法 误了 一切都了了 中根基 跟下根基的多闻 多不信 大部分的听一听 都不怎么相信 无上的妙法 只有上根能所闻 即能毕了 毕了就是 细查 省事了 所以叫做上师 一绝一切了 是与上师相见 目及到存 目及到存 就是说 禅宗里面讲的 见到 眼见 就是本性 眼见一切法 就是见性 在作用 目及到存 眼看一切法 就是目及 眼睛一睁开来 通通是清静自信 在作用 叫做道存 道在无相当中 所以这是指 道不远的人 人之远人 道其实没有离开我们 是我们离开了道 妄想颠倒执着 所以残门 有一句话叫做 白草之头 祖师意 地上的白种草 之头 那都是祖师的用心 祖师意 白草之头 祖师意 就是大地上的 种种的草 这个树的枝 通通叫你见性 只是你不懂的 祖师的用意而已 所以这个目及到存 中下之人 只意多闻 中根器下根器的人 只想多多 听闻佛法 所以说 言多之去道 转眼 没有守智奉道 没有进入观照 所以说 中下多闻 多不信 然之三教 所有言前 都是这样子 大圣的菩萨 一闻千物 得大种词 诸小圣人 不认词法 老子说 上世闻道 情而行之 上根器的人 一听到 这个道 就很精进地修行 中世 就是中根器的人 听到 若存若亡 不是亡 若亡 没有心部 亡就是亡 亡就是亡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中根器的人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下世闻道 下根器的人 闻道 大笑之 大笑之 好好待求 为什么 听不懂 此笑 取笑人家 修行 还跟你笑一笑 不笑 不足以为道 他们不认为 不笑笑 不笑几句 轻视他 不认为自己 很有道行 传言 转言 可以言而言 可以跟他谈 亲自跟他谈 不可以言 不可以跟他说 而不跟他说 这是一个段落 底下是另外一个段落 如果 若 若可以言而不言 如果可以跟他谈 而你不跟他谈 这样是诗人 就是可度之人 而不度 是诗人 这样我会失去一个人 应该跟他谈一谈 而你不跟他谈 那么 就诗人 可度之人 而不嫉妒 诗人 不可以言而言 哎呀 这个人 不能跟他说 可可不如 你跟他说 也没有用 不可以言而言 那么 会之诗言 就是浪费言语 诗器的说话的意义 所以韩山诗说 上人心猛利 上根基的人心是很猛利的 一闻变之妙 一听到 哎 无上的妙意马上现成 中流心清静啊 中根基的人啊 是心清静啊 但是呢 省师 吟胜药 还要观照观照 还没有办法一闻啊 轻悟了 还要观照观照 哎 省师 吟胜药 下次啊 是 顿暗吃啊 下根基的人啊 是顿啊 又暗又一吃啊 是顽皮最难裂 顽皮就是指皮革 坚硬的皮革 哎呀 打不破的 那个死守那么观念呢 死守那么观念 你怎么要没办法的 你要什么 要慈黛 要等到他血淋头 要等到他 啊 全身都是血了 撞着头部血流了 死之自摧残 自摧灭 啊 才知道自己害了自己 才知道自己害了自己啊 那种顽固明顽不灵啊 弄到最后 人家不想跟他谈啊 因为他自己正为自己 对嘛 人家弄到这个人家 对他精疲力尽啊 不想度他啊 为什么 他从来不认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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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觉得自己很有智慧了 后来撞着头部血流了 才知道自己啊 是摧残自己啊 人家不想吐他啊 哎 还不觉悟 看起开眼贼啊 闹事及人觉 此事气如全啊 此事向谁说 一个无知的人啊 啊 要好好的冷静啊 要好好的冷静 眼睛睁开来 看起 就是参残的人啊 参残的人 我们要注意看啊 开眼贼 我们一开眼 哪些东西啊 是妨碍我们修行的 看起就是注意关照 你要冷静注意关照 开眼 哪个东西会损伤我们清净自信的 你看看 闹事及人觉 在那些啊 这个人集中的地方 吵闹的市场里面 绝就是处啊 就可以决定啊 就可以了解了 就可以决定了 啊 就是闹事及人之处啊 你看注意关照啊 有一天啊 此时气如尘啊 这个死事啊 你看 杀猪啊 杀牛杀羊 这个死事啊 那么多 哦 好像这个啊 我们有一天也是这样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子 死人一样的 就是面对这个死亡 此时像谁说啊 有一天无常一道 你像鸡鸭耳肉的 啊 躺在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你像谁说啊 你像谁说 男儿是大丈夫哦 一刀是两段结哦 人面瘦禽瘦心哦 造作是何时歇啊 男孩子是大丈夫 我们一刀就可以两段 人面瘦心 瘦就贪嗔痴不断 就是瘦心啊 虽然永远有一个人 可是我们立在的禽瘦的心啊 造作是什么时候 有些亭子呢 先生激励如此 岂有善根者 闻之必有感言 谁要有善根的人 听到了 一定有所感想感触 感触 193页 第五行 但自怀中解构一 谁能向外跨精进 这个怀就是指心性 自性本体 只要 只要 会修行 从我们本性当中 悟到 妙性天然的自性 不讲任何的造作 本质原成 那么 在这个地方啊 解构一 你就所有的 染污啊 烦恼啊 通通解脱 换句话说 用本性修行啊 那 就是 最上正的 修行 这个怀 就是自性 意思就是 只要 你从自性当中 悟到 一切法 无心 不可得 无所住 那么 一切的法 通通解脱 自然的解脱 谁能向外 跨精进 向外 也就是说 定一个功课 用某一种形式 以为 这样叫做修行 精进 有精进向 这是指外向 那么 哪一种人是最精进呢 无心是最精进 无所住是最精进 心无妄念 那是最精进的 从来不打妄想 这才就是精进的 够一 就是无明烦恼 无明烦恼 一呢 就是以盖 富为意 遮盖着我们 遮盖着我们 清净的本性 这够呢 就是成够 那么成 以染污为意 成呢 是染污 那么这个无明 能够干复我们 清净的法体 能够 染污 微妙的觉性 所以 就比喻 够一 不清净的 善至怀中 解够一 是什么意思呢 旷持 己事 何况说 这件 觉悟啊 开悟啊 乃是自己的东西 本性是发自内在的 非常人可为固 别人帮不上忙的 佛也不能救我们 善知识也不能救我们 只有我们 从内心里面 彻底的去觉悟 我们才能够救自己 我们才能救自己的 释迦牟尼佛 如果能够救我们啊 不要叫弟子啊 认真修行 他就把你 通通打包啊 送到极乐世界去就好了 法 还是必须 由每一个人的心中 自己去悟 自己去聊 别人一点都帮不上忙 从等级以还 从等级以下 皆是够一大事啊 以还就是以下了 那么这个都是有烦恼的 无名烦恼的 见性之人 就是明心见性的人 潜尝命用 他欠偿而随时秘用 悟道的人 他绝对不会为尘老 无名所盖父 他守住一个无字 就解决了 人家问赵宗和尚啊 这狗子有没有佛性啊 赵宗和尚说 无 这个人呢 就守住一个字 无 就开悟了 那我们看看心经 无言而弼生生意 无色生相畏处罚 无眼界 乃至无义世界 无名亦无名尽 乃至无劳时亦无劳时尽 用一个无字啊 那那就解决了 佛皇最可怕的 就是听得太多了 广求知见了 可是呢 不受用 为什么 那不是自己的 没有消化 所以啊 修行最重要的 叫做守至奉道 守至奉道 就是要有自己 比如说用一个无常 彻底的观无常 如如是观空 彻底的观照空性 不处解脱 没有一件事情不解脱的 所以说 不为尘老 无名所覆盖 所以就是解这个够一 解这个够一 古得云 来去玉切 玉切就放下了 放下 玉切 纸 纸 纸 帽子 这个纸纸 帽子啊 这本的意思说 是脂肪 油 脂类的 那么这个脂 就是 好像是干肉 第一个字 这个脂啊 就是干肉条 或者是臭 臭的味道 臭的味道 那么 意思就是 放下你那个臭味 充满臭味 油够的帽子 底下 脱窃 骨臭 这个念化 这个念化 化 化臭 布衫 就是这些外衣啊 穿久了呀 有够味 不清净的味道 不好的味道 也把它脱下 摆手 出 荆棘 这个摆手啊 就是摆脱 色伐脱离 摆脱这个荆棘 得大自在 那么这一段的 所有的 帽子啊 前面讲的帽子 或者是 布衫 或者是荆棘 这个都是 比以无名烦恼 盖附着我们 这三样东西啊 都是比以无名 放下你的臭的帽子 就是放下你的无名 脱窃你 这个化臭布衫 就是啊 放下你这个 啊 无名 布衫 臭灰的这个烦恼无名 摆手 就是赶快摆脱 无名烦恼 啊 这荆棘灵 也是无名的意思 啊 所以啊 盖乎了我们呢 人的这个 真心妙性 修道的人呢 站向自心中 摆脱去 这有一天 如果阴言俱足了 根深气界啊 顿空 若人 适得心 大地无寸土 如果我们了解 彻底的了解 这个心法啊 没有难所啊 那进入 绝对真空状态的话 就存一个绝性 那么化五蕴 就是存一个绝性 那 哪里都是 佛性的展现 便是得大 自在的人 得大自在的人 所以小圣之人啊 专求四项 专求四项的意思就是 他认为修行 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比如说打坐 哦 你说到这个修行啊 小圣啊 他就最喜欢打坐了 坐的就正思维 正思维 提起正念 提起正念 或者是 打坐 观不见观 或者是打坐 属习观 他一定有一种依靠 去下手处 这小圣的修行啊 观不敬观 观无常观 或者观死 观无我 这是阿罕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专求四项 就是六根六成六四 看得到的 认为用某一种方式 或者是说 我们大圣了 也有很多专求四项 比如说 拜佛了 也是四项 念佛了 也是四项 因身求佛 求佛嘛 拜佛了 以为有能 有能拜的这个我 所拜的佛啊 这还是四项啊 不管有任何的东西 他一定认为说 这样就是修行 四项就是 有一种 外向出来 显现出来 或者是 打坐打坐 这个很庄严 拜佛 拜得很认真啊 念佛念得很清 这个都是四项上 内心有没有悟得不知道了 啊 小圣之人 如果大圣修行 这心法 心法下手 行住坐 通通叫做修行 何以故 无相 无念 无助 在哪里 通通叫做修行 哪一只啊 打骂 拍桌子啊 打人啊 通通是在这修行 何以故 无相嘛 大慈大悲嘛 他演一出戏 给你看嘛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专求是 像是小圣 在注重心法 那是大圣的 虽身为法座 虽身为法座 心绕法城 但是心呢 细念着这个法城 我们身体啊 虽然在那边打坐啊 但是啊 我们的心呢 就跑出去外面的攀岩 这个外城 是 外 外跨精进也 那这样子的话 哎呀 好像 在外表上看 好像很精进 好像很精进 是不是 我们以前呢 看过一个人呢 他打坐 他也不参善知识 他认为啊 他这打坐很行 他一坐 坐十几个钟头 哎呀 这个坐十几个钟头 也不得了了 可是心法不懂 他有练过气功 打坐也打了相当久 哎呀 大家都认为 他很有修行 他问我 问我师父啊 他非常有修行 说 嗯 外表上看是很有修行 你心呢 不晓得 哎 结果啊 他这个人 那个老比丘啊 没多久啊 哎 往生 哎 那往生呢 你命中的时候 病苦 病苦 病苦倒下去 病苦倒下去 没办法了 你怎么做 没办法了 躺下去的时候 大便啊 小便啊 都在床上拉 你看一个 一个打坐 可以坐十几个钟头的人 病苦一起来 没办法了 正面呢 起不起来 起不起来 这不是打坐啊 是不是 所以心法 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 啊 如果坐着就是修行 那起坐怎么办 是不是 修行并没有一定的形式 只是说因为凡夫 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 他必须用某一种固定的形式 像我们这个道场 我们规定要早课 我们规定要晚课 过长 团体一定要到 不到 我们开除你 为什么 刚刚出现佛法吗 那一定要有一定的形式啊 虽然说形式坐卧都是到 但问题啊 如果你刚出现佛法 没有一个规矩性 没有一个耶稣性 那完了 那就换了一个认病 认气啊 吸气啊 造业 然后烦恼 以为是洒脱自在 然后佛的这个语言 以为是自己圣人的境界 这样子误会 严重的一个误会圣人 所以啊 我们修行一下就是 刚开始 用学对峙 对峙再对峙 对峙再对峙 能锁再能锁 能锁再能锁 一直对峙一直对峙 一直到最后慢慢 维系的烦恼维系的烦恼 一直显现一直显现 到最后 啪 误入空心 就没有人锁了 他说一开始就学不着想啊 不来不去啊 不争不减 一开始就讲这个东西 不着边际的东西啊 你不着边际 刚刚出现 你告诉他 哪里都是到 他问你到在哪里啊 不行的 这个不行的 教育方法也对上根立志的人讲 可以单刀直论说 一落论佛法一切现成 对不及不理 极心极佛 这个都是本来面目 悟道的人 他哪里都是相应 对初学佛法的人不能这样讲啊 所以是否对初学佛法的人 啊 念好了啦 你念好了啦 你要死了 你不知道 你看里面都翻黑 他都哭了 啊 念好 念好 你不开磨啊 你就要穿他念佛 哎 是不是的 开始就不能跟他讲 啊 你不着想 什么都无所助啊 没有办法的啦 开玩笑 等下去杀人放佛 对不对 玩女人喝酒 酗酒 打斗 赌钱 对不对 那这个通通无所拙 那还得了 这不得了啦 你这个会下地义的呀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 外夸精进 就是有个表象怪在 这宝宫啊 底下这边看 宝宫云啊 宝宫云 宝宫就是宝治禅师啊 这十二十宋啊 里面有一句话 说人定害 这个定害就是刻定时间啊 刻定时间 勇猛精进成懈怠 那人定害啊 就是我们把它刻定时间 害时就是十二个时辰之一啊 午后九点到十一点 这个就是害 就是晚上啊 九点到十一点 很用功啊 很用功 宝治禅师啊 所说的人定害 始终有一类的修行人啊 他这个体在三经半叶啊 古代的这个这个 都是称三经半叶啊 起来啊 拼啊 拼就对了 有的人啊 拼命地拜佛 有的人拼命地持咒 有的人拼命地打坐 拼使命啊 就是表示很精进的意思了 然后睡觉睡得很少了 就是睡到半夜啊 时间非常非常的少 人定害 换我一句现在话的语言 就是定功课 非常精进啊 就这样 好像很精进啊 但是又他没有开悟 心不入道 就是身啊 体力非常好 很有心要修行 拜佛念佛 持作杂作 可是呢 没有 所以说 身啊 行道啊 心不入道 看起来表面上 很精进 其实是懈怠啊 懈怠啊 动不顾啊 拼我顾的起烦恼啊 拼我顾意的起烦恼啊 他就定功课 然后也 可是不听善知识的劝告 心法不懂 拼使命地要用功 可是呢 法不相应 不与法性相应 底下一句话 很重要 你们要写起来 底下这句话很重要啊 你要不要开悟啊 就看这句话 勇猛精进 呈现在底下 加几句话 不体千好修学心 无相光众长自在 真了不起啊 再讲一遍 不起千好 一点点啊 千啊 就是一个密布啊 右边好像给抽签的签啊 是不是 好像我们拜颤的颤 但是不是啊 拜颤的颤是两个人啊 可是我们呢 那个这个千好的千啊 上面是一个土啊 好像十字架的死 不起千好 好就是白豪的好 不起千好 修学心 一点点啊 都没有造作 修学就是造作 因为本字具足啊 它不可以造作啊 不提千好修学心 修学 修行的修学习的写 心里的心 你不提一个动念说 我在精进 因为动念就是造作了 就是有为生命了 底下 无相 光中 常自在啊 修学它就是这样子 无相啊 六根 接触这个六成 然后 产生这个六四 它统统知道不可得 无相 光中 常自在 你一个人 你要怎么样 它才能够 真的修行 才能够自在 它一定要无相 换句话说 这一切像 脖子通通 不动 了是梦幻泡影 不可得 当下全部 全部放下 全部放下 一点 造像都不可以有 一点都不可以有 所以当你在精进的时候 知道 那么 也是 也是本性 你就不精进 也是本性 所以小胜啊 以前呢 有个去泰国 参学回来了 小胜呢 他毁谤我们大圣佛法 他说这个大圣啊 拜这个梁环啊 打水路啊 都是骗钱的 毁谤啊 批评我们大圣的啦 大圣的悲哀啊 就是方便了 当作究竟 我们大圣很多都是 拜灿啊 拜这个水路啊 拜这个三昧水灿啊 大悲灿啊 这样子 就这样子 在我面前 就这样批评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呀 悟道的人 方便就是究竟 他说 何以顾啊 我说啊 小胜也是讲空啊 其实法无大小 我想我请问你 空性是哪里 有展现 哪里不展现空性呢 空性是哪里 通通是展现空性啊 哪里是一围成 也是空性啊 对不对 眼界一切向耳听 一切传 通通是空性 空性的展现 绝对不分东南西北的 若今天悟到 用不生不灭的清净心 拜三昧水灿 三昧水灿就是究竟 今天用不生不灭的心 拜梁环 梁环就是究竟 不败也究竟 今天呢 用不生不灭的悟道的人 用诚恳的心来做水灿 水灿就是究竟 悟道的人 连究竟方便 都没有这个名词 所以 小胜他的取跟舍之间 划分得很清楚 大胜啊 虽然没有着手的地方 但是处处都是 因缘记足了 忽然大悟 不落阶级 不落赤地 不落因果 不昧因果 将体积空 这一切像 通通是妙性天然 多么的和谐 同学们 如果我们 还没有进入过 无相的这个世界 告诉你们一个享受 试试看 我们自己发个愿 我等一下 或者是明天 我用一天的时间 用一天时间了 我进一切像 通通通放下 试试看 哇 你会 你会如人饮水啊 冷暖自知啊 如干入灌顶啊 那个清凉的 没有办法形容 没有办法形容 那个无相的世界啊 你从来没进去过 无相的世界 充满着喜悦 充满着平等 充满着剥热的智慧 充满着一切像 它存在着现实 又同时 它是超越的东西 在无相的心灵上 哪里都是处处 都是本地风光 哪里都是剥热的智慧 你要进去 很简单 不必找 它没有门 放下就是 不必寻求 不必追求 哪种世界就这样 就像啊 这个太空船啊 打到这个外太空去啊 无障无碍一样的 没有障碍 就是啊 没有摩擦力 没有摩擦力 因为不会跟境界敌对嘛 什么是凡夫 见到一切境界就是敌人 就是敌对 这叫凡夫 什么是圣男呢 见到一切境界 与佛的心一样 就是这样圣人 那这样不得了了 日日享受啊 时时刻刻都是过年 没有哪一样会障碍住我们 再来 从他办 从他就是随他 任由别人毁办 毁入 击巴 毁入 击巴 认他非 就认别人去说事跟说非 因为重生嘛 那没有办法 那个口液啊 哎呀 那个实在是 是重得不得了啊 或者是说 哎呀他那个烦恼啊 我们要灵敏他 我们对这个重生呢 不要去 仇视他 我们一定要灵敏他 不可以跟他一般见识 这重他 罢 随他 毁入 击巴 任他说事跟说非 拔火烧天 涂至皮 拔就是将啊 啊 握持着这个火啊 啊 去烧 就是这个火把呀 把它拿着这个火把 像这个烧这个天 天怎么会让你烧呢 你对这个像 不要执着他 不要管他 他就会很疲劳 自己就会 会觉得很困扰的 就是 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 哎 释迦牟尼佛 给人家污蔑啊 哎 污蔑啊 跟人家油然 那佛陀笑一笑 他连谈都不谈 哎 他谈都不谈 哎 释迦牟尼佛 给人家污蔑说 他在绝子绝孙啊 出去化缘 没有人要给他化缘 因为这劝人家 很多人都被佛陀赶化 来跟佛出家 啊 他走到哪里的化缘 人家都不给他 佛也没有解释 所以认他棒啊 认他 只要你放得下 问题就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放得下 我们是不是真的放得下 我处理的态 我处理的事情态度是用这种方式 但是在团体是绝对不可以的 团体 在这个团体里面呢 你如果任他棒 任他非 那不得了啊 这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要用智慧来抉择 动到这个身团 挑拨的一间 我绝对不会客气 一定用我的生命的保护这个身团 你看进 看纯书讲堂啊 你怎么讲啊 你怎么没有关系 你讲了 会还给我落去 生气干 你说 说到何时 你给我走起来 你就尽量说 看不看说几点声 我就泡茶 这样我就很凉了 我就没在说了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随着你的语言去起舞啊 那不可能啊 所以啊 如果你们不是一个领导者 那当然是同参道友 也不住在一起 那这个可以啊 如果说 哇这个团体的任他棒 任他非 大乱啊 那还得了啊 那这个团体一下子就分裂了 那绝对不行 所以看情形啊 看情形 以下啊 194 以言毁入啊 也叫做棒 以是为不是啊 这个叫做非 这个叫做非 体下说 见性之人啊 十二时钟 十二时钟就是十二个时程啊 这个时程啊 乃是古时候的时间单位 合两个小时为一个时程 一昼夜 那就是十二个时程 那么十二时钟 那就是二六时钟啊 二六时钟就是 晨昭 日中跟日末 三时 这个是为昼 白天啊 那么初夜 中夜 跟后夜 这个三时是为夜 那每一个时程 就是四个钟头 所以 所以晝夜为六时 二六时钟 就是指 无时无刻 随时 随处的意思 十二时钟啊 所碰到的 顺利之境 心者安然 那么心者安然 要怎样能安呢 那你要记住 师父一句话 以大悲啊 为上手 用大悲心 才能够安然 有时候我们用了 剥热的智慧啊 小小小的剥热之后 还没有办法安 安不住 有一点智慧 智慧是只能够解脱 你要用大悲心 大悲啊 大悲心就是 我发的心 都是善良的 都是大慈悲的 不是恨他 而有这种举动跟语言 我的背后所支持我的 都是为了整个佛教 为了所有的 众生的法身毁灭 我都是用这种心 在处理事情 没有个人的恩怨 没有个人的恩怨 我处理处理的事情 也不是我的仇人 我不会恨他 处理事情 你今天你伤害这个团体 我决定用大悲心处理 我不是因为恨你 所以我用这种强硬的态度 我是为了要保护 整个佛教跟身毁 而我必须要这样做 不管你用什么印象看我都一样 某些众生 你有办法用道理去讲的 没有办法的 这个我们成长到今天来讲的 你要讲弱露语言 是跟非 你根本没有办法辩论 只要他在这个团体里面 有影响到 他再会讲话 通通叫他走 你跟我说话你出去了 不去收了 因为你不合情 是不是 所以顺利之境 心则安然 不为万境所转 万种境界所转动 所动念 身心 去分别 或者去执着 一任毁谤于我 我既不受 不纳受 不纳受 你多厉害 你多厉害 骂久了 你还是很累啊 很辛苦的 骂人啊 攻击毁谤别人 比被骂的人更辛苦啊 要骂人要不吃不吃了 我详心办法要写人家的坏话 被骂的人啊 只要你放得下 你跟人家睡得好啊 你不用给他解释了吗 对啊 所以我们人啊 骂子要做梦啊 让人批评 不能想办法 要去跟上海 你想尽办法要去伤害人家 人家还没伤到你伤害 你就很累了 你一定做梦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人啊 伤害别人 其实都是伤害自己的 为了佛教啊 为了佛教我们啊 无论如何啊 要以整个佛教为考量 心要安然 大悲心为上手 大悲心啊 我们有了智慧 有没有大悲心 对每一个生生都不可以恨他 都不可以恨他 处理事情 要用这个心 所以说啊 我既不受啊 恶言啊 半毒 毒就是 轻慢 冒犯 诡谩 啊 卸毒啊 反之归己啊 就回归到他自己啊 回归到他自己 所谓的是 自作 自受啊 譬如有人 守直啊 火碎 就是火拔啦 火炬啦 灵欲 烧天 人家计划啊 打算来烧这个天 涂自 困皮 天怎么能够让你烧呢 终不可得 所以说 把火烧天 涂自皮 我闻 就是我闻 毁谤之言啊 恰似 引甘露 一般啊 引甘露 就是清凉 自在啊 真正有误道的人啊 他听到毁谤啊 就像引甘露一样 消融 顿路 不思议 就消融一切的顺利二进啊 统统进入无效 不思议什么叫无效 什么叫不思议 不思议就是无效啊 没有所谓顺境 也没有所谓逆境 会会过一切皆空啊 百年后 再大的赞叹 要过去 百年后 再多的逆境 你也要消失 不要把那百年 把终点拿来起点 现在啊 顺境逆境统统是空 入不思议的 解脱境界法门 入不思议的解脱境界法门 千万不要随着别人的语言而起舞啊 不要随着别人的语言而起舞 我们真的是 真的没有办法 那就远离 这些师父教你的绝招 哎呀 有某些众生 那时候实在没办法用道理去讲的 他一而再 他再而三 这道理你怎么跟他讲 他讲的比更多 这种人啊 能远离的 那如果说 那是我老公呢 那就认命了 那就只有认命了 你没办法远离他 那就只好认命了 你不认命你就很痛苦啊 如果是你老公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都没办法用道理来讲 那就接受了 对不对 如果像 每个人这么听 什么 切材的时候 这每个人都会笑的 别笑 别让我听着 我会给我扒啊 那就好了 所以这个法呀 如果我们没有到圣人的境界 就先学习啊 智慧 我跟你保持距离 我不以你共识 我不以你共识 这样也可以解脱 底下说 我闻毁谤之言 恰是引其甘露 心智清凉 不生热恼 烦恼啊 像火啊 火一烧啊 那很热啊 所以啊 你看你可能发脾气的时候 脸红脖子出了 脸红脖子出了 为了之人 了就是底下加一个字 物 为了物之人 就是没有开悟的人啊 听到毁谤 是非之言 他一定会传生烦恼的 心生传生烦恼的 那么底下是比喻啦 前面讲了 已经讲到很清楚了 是不悟的众生啊 听到毁谤啊 心生一定会烦恼 底下就是 什么样的烦恼法呢 那是所谓 漠然 这个念漠 漠然 就是忽然 一处 波澡 波澡 就是碰到 执着的意思 哪一处呢 三处 一时火起 三处啊 是指根层次 那就是十八戒了 六根叛念六成 产生分别式的六四啊 这三处啊 同时啊 只要一年一合合 火起就是烦恼就起来 烦恼就起来 不可遏止 不可遏止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 这一段都是讲 为了物之人 文毁放 是非之言 心生烦恼 底下就讲了 更一几个比喻 更清楚 就所谓忽然 跑出哪一个地方 动到一个执着的念头 三个地方 三合合 一时就是一年合合 三处一时就是三处 更成四 一时同时一年合合 烦恼马上现前 烦恼马上现前 不可遏止啊 没办法的 这一段是上面 为了物之人一气呵成的 所以啊 都是在讲 不物之人的这个烦恼 古得云 绝花有种无人种啊 绝花 就是清净的自信啊 本质有之 这个绝花 绝物的这个花 是有种子的 只要有善知识的提示 教化 可是呢 无人种 没有人种这个 没有人种这个 自信清净的花 为什么 大家都是在着想啊 你 你今天呢 看看台湾的佛教 说很相信 全是很兴盛呢 但是某些也很悲哀的呀 很悲哀的啊 他那个拜三呢 这个半生的半生 这个就是修行 就是修行 他一定要刻意的 用某一种方式 这叫修行 然后啊 见佛见光 然后大谈神通 大谈神通 大谈神通 这个台湾啊 真是很悲哀哦 也很悲哀的 我们应当把佛陀 人格化 佛 他就是一个凡夫 修行而成 然后 建了清净的自信 他有一生生 这种来去自如的神通 但是他是建立了正见的 无相的正见 我们现在不是了 那位感应就是佛法 见佛见光 这个就是佛法 可是你三章十二部经典 八正道乃至四弟十二阴眼 通通没有用感应来度众生的 感应只是个真上眼 八正道里面第一个 就是正知正见 三解脱门 第一个就无相 无作 对不对 就是小圣里面所讲的 云起 他还是讲信空 为什么我们在台湾 一坐起水路 哦呀看到啊佛了 哎呀就看到佛了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夸大提词 夸大提词 赞参至极夸大提词 没有人有办法做证明 啊某某在家经事啊 做水路之后看到西方三圣 谁给他读明 他他有看到 别人也没有看到 如果那个能放妄已见呢 没办法求证 那你问师父啊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跟他讲我这个根本就不要求证 凡事有相就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无相才可是正正见如来嘛 不可以因身求我 对不对 不可以相见我 不可以因身求我 是能行学道 不能见如来 用这种感性在度众生的啊 那这个太太肤浅了 佛教这样啊 早就灭亡了啊 要看到佛才能相信呢 看到那个外相表象才相信呢 那佛讲的这个真理是什么 就是依法不依人 就实际上我讲了很多 你要讲正法啊 听不进去 众生他最喜欢这种东西啦 众生他最喜欢这种东西 这种菩萨界的 就有一个当机 如果在起当上灵的 可以说他们祖宫七代的 太子意思是 菩萨界也没在管 要改 不定哪儿改 他就没在管 你修身改 就只要那些摸到他 他哪里能显摆 他现在的问题 他靠近他就去了 这不会是爱我受菩萨界啊 修行是无相的东西 没有啦 没有几个真正的 起悟到金刚经的思想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我们今天台湾 到了我不晓得啦 说佛教兴盛也很安慰 方便法门太多 说佛教很悲哀也对 为什么 着相而求 着相而求 以法不相应 根本就不是正法 可是啊 信徒就需要这个啊 要避这啊 你不得我做啊 对不对 避这啊 要红包的人 避这就很自相啊 我不要避这啊 没有办法啊 所以啊 底下说啊 结花有种啊 无人重 这个自信清净无相的 这个大圆满绝性啊 没有人重啊 为什么 不碰到善知识的开始嘛 心火无眼日日烧啊 因为三毒之火啊 贪生死的本质虚妄不死的嘛 日日在那边烧啊 烧得你痛苦不堪啊 痛苦不堪 为见性之人 所闻逆顺之言 心得自在啊 急入不思议解脱的庙门 所以说 消融顿入不思议 我们呢 如果真的是一个修行人 举句话 就这么举句话 你就大自在啊 观恶言 是功德 此即成无善知识啊 就是因为 我们用剥热的智慧 去观照这个恶言本空啊 这个恶言本空 当下用这个自信清净啊 去消融它 这个就是功德 你恶言来 我一切法不受 用本性清净心 去接受 就是不受咯 这就是功德 把恶言化作功德 还是在我们这一 现前这一念 现前这一念 此即成无善知识 虽然恶言相向 但是我们能够消归自信 念念消归自信 归无所得 我们 就了解一切的恶言 恶言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啊 如果我们一个人 有这样的修养 顺境逆境 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 哎呀 那这个人就入道了 恶文恶言 不起称心 就能够成就定会之力 不为六贼 盗窃家宝 功德发财 从此增长 则知道 则知道比毁谤之人 凡乃为我善知识也 在这里要好好的用功了 不言文恶言 而言观则 不说这个 听到这个恶言 而说用观 前面是用文恶言 现在是说观恶言 为什么用一个观呢 不说文而说观 是为什么呢 不说文恶言 而说观这个恶言 是为什么 因为用般乐的智慧 用般乐的智慧造 我佛四尊 成道之日 其谋静坐 如来啊 哀鸣此辈啊 哀鸣此辈 怎么哀鸣呢 入慈心三昧 事实 众模仲啊 终不能害 这个是 成就万德庄严 定会功德也 不因善罢 善罢就是毁谤啊 不因善罢起冤心 也不会因为对方毁谤我 我就跟他仇视 敌对 对方啊 赞叹我 哎呀 这儒教四七啊 这个是 凡夫之见啊 凡夫之情啊 是修行人 不要因为他的毁谤 就起啊 冤 也冤就是仇人了 亲就是比较亲近了 不管是赞叹 还是毁谤 我们一概的 平等的去接受 何表无声 持忍力 就是何以 怎么样 才能够表现 空性 无声 就是空性 所展现出来的 持忍之道力呢 持忍之道力呢 若不应上来 前面 散读 毁谤之言 加急于我 我就了善恶之身 皆不可得 了就是悟了 他们呢 毁谤我们 来加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悟到善性本空 恶性也是缘起本空 本不可得 既然不可得 也不必去感受 这一切法不受 名为正受 这譬如 风过书头 只闻其声 这个子啊 跟只有的子 是一样的 只听到这个声音 不曾分别 善恶之音 树木不会说 这个是善音 我们就接受 这个是恶音 我们不接受 树木风一吹过来 不管它是大声 是小声 树木啊 并没有分说 那是恶声 是善声 所以不分 不声分别 善恶之音 也就是 且 焉清 平等之心啊 以能成就 慈悲 习舍啊 似无量 为什么讲似无量呢 从本性 展现出来的 叫做无量 要从意识心 分别出来的 那么就是有量 那叫做有量 有量 所以有一个人啊 来 来 来跟师父 说 说他很用功 他非常用功 我说你一天能念多少佛啊 哦 师父我才用功哦 我一天能念三万哦 我那时候很好 师父那你一天念多少啊 我说我一天只有念一声啊 我这一声是从早上到晚上啊 只有就念阿弥陀佛 心中都是这样子 哎 是吧 你三万啊 我只有 我只有一声而已 我只有一声而已 我只有一声两声音啊 哎 你有量啦 我这无量啊 哎 时时刻刻都是佛嘛 是不是 哎 是无量 就是自信清净 所展现出来的 啊 即使中 所欲的逆顺之境啊 以平等心 坦然 自在 无有挂碍 这是真修行人 真修行人 若不如此 这何以表我无声 持人道力啊 啊 怎么样能够表现 是我悟到空性平等的 无声法 这个持人的道力呢 忠 忆通 说 忆通 忠 忠 就是所谓的忠门啊 跟教相 的分别 忠门啊 就是指最上圣的心法 离言说相的心要 心法 简单讲忠 直接了当 讲忠就是禅啊 佛的心呢 叫做忠啊 忠也通 就是心法呀 佛的自信 清净心 心法也通 说也通 说就是言教 义礼 甚至三藏十二部经典啊 也通达 无碍 没有疑物啊 不但心法 大策大悟 而且通达三藏十二部经典 哇 那这是何许人物啊 哎 有的人啊 忠通啊 说不通 有的人呢 说是很通啊 对心性是不通 哎 讲来讲去啊 就是在外围打转 讲不出这个 所以然出来 忠通人 忠通 忠通就是物明诸佛之心中啊 就是忠通 就是法通 法通 就是心法 啊 这个法就是心法 或者是心药 也通 法 非言说 法是空性的 你怎么可以通过语言呢 哎 言说非法 你只要说 那就不是法 不得不 说 不得就方便啊 误道的人 方便就是究竟 你误道 你说法 你就是从本性流露出来的 哪里都 言说 就是 就是自信 只有众生了 到言说下 所以变成非法 法非言说 我们空性的法 绝对不是透过语言可以描述的 那么只要你讲出来 那已经不是法了 云门 这是云门 文言禅师啊 西元 出生在西元 八六四 入极灭 是九四九 云门文言禅师啊 八六四到九四九 四寿八十六岁 是唐末五代的一个出家 了不起的圣证 是云门中的祖师 他曾参选于道明 或是雪峰 还有益存禅师 这个文言禅师啊 这是云门禅师啊 这个积峰啊 险进了 这个门峰啊 特别的疏解 有广路 语路 形式 这个文言禅师 也很有名的 他就说了 说东海的旅啊 打差一半 这个西边呢 就会下了很大的 倾盆大雨 这个雨啊 就似藤琴 其实这根本就 没有什么意义啦 这个没什么意义啊 为什么呢 他上下根本就接不起来 意思就是要学人啊 用我们修学福道的人啊 要离心意识去掺 所以说法啊 非言说 言说非法啦 就是这个道理啦 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讲出来了 都是用掺 让你掺 要不然东边的梨 东边的海 东海梨 打一半 西边的这个雨 怎么会恰是 倾盆大雨得下来呢 是不是 那你说 哎 师父你这个解释一下 那这个不能解释的 这个要自己去掺 掺掺看 对吧